8月16日,由湖南省農業農村廳,湖南省貿促會主辦的 湖南紅茶、安法黑茶品鑑推介活動 在香港匯戰中心2019香港美食節期香港國際茶展上舉行 本次品鑑推介會重點推介湖南紅茶和安法黑茶兩個主要品牌 香港貿法局華中華東區首席代表鍾永喜說 香港擁有普及世界的國際商貿網絡 亦是全球重要的茶葉集散地 更是湖南茶葉進入國際市場的重要管道和平台 在港商雙方攜手推動下,湖南紅茶和安法黑茶 一定會借助香港舞台走向更廣闊的國際市場 湖南省農業農村廳副廳長蘭定國介紹 湖南茶區地處中國茶葉生產的黃金位度大 數有江南茶香之稱,河南黑茶、紅茶、綠茶、黃茶、白茶、匯水 人稱三雙、四水、五彩茶 湖南正是將湖南紅茶、安法黑茶作為品牌建設的重點 目標是去到2020年打造千億級規模的商茶產業 湖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視茶產業的發展 提出到2020年打造千億茶產業發展的目標 並把湖南紅茶、安法黑茶作為品牌建設的重點 全國茶界著名專家湖南農大教授劉仲華 就從湖南紅茶的品質特性上進行了點評 尤其是我們湖南的武林山脈、雪峰山脈、南嶺山脈 那麼這一個區域都是優質茶業的主產地 那麼境界有了生態不夠 我們湖南有強勁的科技支撐 讓優質的原料能夠生產出高品質的產品 紅茶這個茶業品質 同時我們湖南高度關注茶業質量安全 讓老百姓喝上放心茶、優質茶 今天湖南的我們叫做三向四水五彩茶 我們的茶類的區域、品類的分布比較全面 我們有綠茶、有黑茶、有紅茶、有黃茶、有白茶 那麼今天我們所推廣的湖南的紅茶和湖南的黑茶 在歷史上有寫要的位置 那麼曾經因為歷史的原因走過一向滑落 今天由於我們人們的生活水平的提升 那麼對茶的健康的需求 對茶的生活品質的需求的量越來越大 所以湖南的茶業今天要接觸香港這個舞台 讓更多人因為健康、因為優質的生活 來感受它的魅力 簽約儀式上 雙茶集團、白沙溪茶廠等四家紅茶企業 三家黑茶企業分別與香港的客商簽訂了 3,900萬元的紅茶採購協定 5,200萬元的黑茶採購合同 雙茶集團還與深圳鼎家宏斯飲品舉行揭牌儀式 6,200萬元的藥 2,45萬元的藥 1,9萬元的藥